台北股市今天以小高盘开株之后压回震荡 像是航海王还有钢铁人涨多急拉回 而且盘中急沙速度打到了跌停板 让传产股的多头信心受到了冲击 尾盘还看到了像是海光 像是在威智的部分估价都打到了跌停板 而电子股又没有办法在航海王跟钢铁人 涨多拉回急沙的时候顺利接报 所以让台北股市开小高之后 就压回翻黑跳水 而且还一度跌了将近300点 灌破了17000点的整数大关 最多跌了371点 台股今天的最低点来到了16775点 新闻疫情未见趋缓 国内的电子大厂确诊的案例又扩大 所以短线上在台股这个万七之上 似乎还是面临比较重的压力 那今天呢卖压顺势涌出 沙盘的重心就落在涨多的航运王 航海王跟钢铁人 好日股的部分呢 您看到不管是货柜三雄 就算纳入了台湾50的全份股的利多 但是呢完全没有办法反应 像是长榮阳明万海看到了今天盘中 都一度打到了跌停板 但是跌停打开 今年万海呢收在153块 长榮110块 另外在阳明的部分 今年股价来到了107块钱 除了这三档个股之外 台化投控台航 今天都是一度的亮灯涨停 华航中航四维航 还有汇阳玉明跟星星智信的部分股价 都非常的疲弱 这是在航运股的表现 另外钢铁股 钢铁股当中看到海光众所打到了跌停板 威智也在尾盘打到了跌停 另外看到了中宏 张元 官田钢 还有巨亨 圣鱼 高新昌等钢铁股也是在今天相对一片的弱势表现 但是你说电子股今天接棒没有接得很顺利 但是还是有一些盘面当中的个股 有一些力多的题材力道 首先来看到传产股 传产股当中今天虽然航运跟钢铁弱势 但是造纸类股非常强劲 除了造纸的爆炸还在持续反弹之外 今天最主要就是在反应所谓的碳权效应 现在全世界都在讲求环保要爱地球 所以要从这些大国 比如说像是美国或中国开始做气 它排了多少碳 那它就要去做减少多少碳这样子的动作 这个东西叫做碳中和 那碳中和呢 当然就会有很多原本的经济模式 有改变的这个意味 所以现在要开始算所谓的碳资源的这个部分 那所以像是华指像是永丰鱼 大家就开始在看了到底有哪一些个股 比较受惠于所谓的碳排放的这个部分 那碳权期货在资金的部分 也开始在点火所谓这个很多的国外交易所 有所谓的碳权期货 最近呢指数也是出现了飙涨的力道 所以今天造纸股就受惠这样的题材力多 而出现了亮灯涨停 电子股当中呢 虽然电子股今天的资金比重还是维持在四成 但是呢您看到今天最主要就是在PCB 就是在面板 PCB好现在国际的大厂都在要扩产 既然要扩产 那就表示他们宣布了史上最大的投资计划 他们非常非常的看好 后市才会花这么多的钱 花这么多的时间精力来做扩产这件事情 所以呢我们看到了像是国际大厂未知速 他呢就说了2024年ABF的出货量 将会比2019年翻倍 那所以呢六大国内外的券商投雇 都把ABF的宅版后市 这个调高投资平等 因为呢这个宅版的面积越来越大 他层数越来越多以前一层 现在两层三层五层 那这个结构性的改变正在趋势持续当中 那就代表供需持续的吃紧 所以呢像是今天紧售 像是南电还有在新兴的部分 好多档个股今天都是开高尾盘 还再度的拉高 还一度攻上了涨停板 这是在PCBB的部分 那南电五月份营收也达到了40亿 年增四成 这已经是创下了今年来的单月次高了 所以高盛证捐就说 南电不仅是拥有ABF整体结构上扬的利多 而且它跟超微的关系非常密切 所以呢还调高了它的目标价 以及在今年的美股云于预估 那面板股 面板股彩经公布前四个月的美股税后存益 1.32元已经超越了去年的全年 大陆的京东方也宣布六月份因为要税修 所以预估会影响到产能 那对于六月份的面板报价也是相对有激励的 所以您看到今天电子股当中 最主要就是在PCB还有在面板的拉抬力的 另外生计股 当然因为国内的这个疫情 目前为止传出了消息 确诊的人数还是越来越多 所以您看到生计股当中有多档个股 今天都亮灯涨停 不过最新消息当然就是全台的三级警戒 苏奎说了要延长到6月28号 既然延长到6月28号 那就表示学生要继续停 不要到学校上课了 要一直到暑假了 不仅如此 现在台北市的教育局也宣布 就是7月份也要停拜萨利盈跟暑期的社团活动 这个消息当然要让很多家长继续 要帮小朋友安排 到底要放在哪里 这个爸爸妈妈啦 或者是自己要继续请假来照顾 所以全台的三级警戒是确定要再延长两个礼拜 来到6月28号 这是今天台北股市收盘的最新情况 那台股呢 今天中场收盘跌了63点 跌幅0.37% 指数收在17,083点 全家量呢 4892亿元 那台股今天跌0.3% 我们就来看一下今天尾盘各股的收盘状况了 首先来看到长绒跟杨明 长绒呢 今天收在110块5 杨明收在107块 2615的万海 万海今天是收在153块钱 这是在货柜三松的部分 那面板股当中 群创收在23块6 友达收在25块3 航空股的华航今天收在18块85 长绒航收在20块35 也是今天相对比较低点的位置区 彩晶今天收在24块2 华指收在涨停板29块95 永丰宇也收涨停50块6 1714的合同收在涨停板13块5 另外看到了像是中钢今天盘中的错低 中钢今天收在37块3 联电收在52块3 华泰今天再创波段的反弹新高相对强势 股价收在19块1 欣欣收在127块5 那另外在传传股当中还看到了融成 融成今天收在26块75 台拨35块5 南方今天收在27.75元 好这是在今天尾盘 今天亮大个股当中出现最新的变化 收盘指数提供给您作为参考 再来关心就是今天下午2点 我们非凡新闻也会在第一时间帮大家来插播报道 指挥中心的记者会 那今天也传出来说 因为现在呢这个劳动部说了 将会针对聘雇100名以上的移工 还有500名以上移工的宿舍企业来进行联合访式 那到底有没有考虑要针对大规模使用移工的企业 来停工呢 好 姿势挺大 今天下午2点指挥中心举行记者会的时候 会有指挥官陈时中来对外说明 反应的政策以及最新的疫情变化 台股今天盘中跌了300多点 微盘收起来收在17083点 170守住了这个铁板够强劲吗 我们要来请教的是林锐红分析师 您好 午安 各位观众朋友 大家午安 能够靠着今天这个打下去又拉起来的下影线 代表台股指数这里万七其实还蛮牢的吗 好 其实我们整个来规划一下 台股今天在早盘有一个比较大的回长 那主要是因为疫情在还没趋缓的情况下 那大家会一直有5月初大跌的阴影在 所以只要盘动一点往下杀 就很会引发那种人踩人的连锁效应 那其实不止今天有这样的激情 其实在过去两个礼拜 大家信心都比较不足 所以大盘的盘中政府一直都很大 除了大盘没信心之后 还有就是当中比例越来越高 今天要来跟大家分析一件事情 现在盘市如果是草木皆兵的情况下 我认为大家要去冷静思考一下 大家现在最害怕的就是封城 那大盘如果真的 整个台湾 整个或是整个台双北 如果真的封城或是市集警戒 会对股市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今天我们可以看一下图片 我们就以越南股市来看 越南过去跟台湾一样是疫情的激烘症 但大家可以看到张图里面 其实在四月底的时候 越南本土病例 其实那时候就大爆发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回涨幅度 大概就是三到四天 都打了一个底部 就继续往上 跟台股五月初 因为本土病例爆发的走势 有点像 那另外大家可能看到 越南指数现在创新 是不是越南确诊的人数控制住了 股市才回文 但其实并不是 反而在五月底的时候 越南终于控制不住疫情 所以决定采取所谓的什么封城策略 还有像是越南北部的工厂 全面大规模的进攻 不管是鸿海还是三星 都名列那个名单里面 那股市越南股市也因为转期的立功回跌 其实也只反应一到两天 却开始一段暴富性的上涨 一口跟大家分析过 如果对照越南股市来看的话 其实台股的盘斥 未来几周绝对不宜悲观 甚至是如果封城造成的恐慌性下沙 都有可能是台股大点便宜的机会 因为我认为现在疫苗 这样持续的接种之后 整个立空出定 反而台股还有创新高的机会 那另外为什么会这样说台股 大家可以看到第二张图 就是美国的P&I气象指数 我们可以看到美国有一项指数 叫做美国期未完成订单 的指数创新高 那这个未完成的订单指数 就代表制造业的订单能见度相当高 那代表就是什么市场 还是呈现整个供不应求 然后经济还是处于 整个经济景气 还是处于复苏跟成长阶段 去带动这个良好的订单循环 那大家可以看到另外一个指标 叫做库存景气 那这个库存景气 也就是在说客户的其实库存数 也创新低 那这也间接代表 现在的需求不只是强劲而已 连客户手中的库存 都来到一个比较新低的水准 那因此未来如果整个全球股市 全球的这个市场 如果逐步解封的话 一定还会再迎来下一波的 暴富性消费草 所以我认为全球股市 还有机会再走一个陌生段 那接下来财股方面 我认为选股 大家可以去用两个方向去思考 如果你是要做短线的 你可能只是要持股 一到两个礼拜的 那么你一定要选择短期 就有利多消息 有催化期的股票 那我举个例子 像是最近第二季快要结束 又有这个投信六月做账的行情 那大家要记得 如果投信是在四月底 或是四月中买的股票 通常在五月底六月初 就会拿来做结账 所以这边就不要去碰 反而是投信 如果是在五月中 或是五月底买定的股票 反而是在六月底 会有一个投信做账行情 那最简单就是我们整个APF类股 大家可以看到投信 其实五月中就开始一直 持续的攻击布局 那大家可以看到 今天的不管是景性跟景硕 都一度报到档亭 那其实非常强势 那如果你不是做短线 你是做长线趋势的 那我认为你就可以考虑到 整个碳中和策略 以及环保策略 像是航运 新船这个下水量 明年又会继续减少 那在需求整个爆发的时候 你的新船下水量 要继续减少 那在这种情况下 因为为了环保的政策 为了这个探权 也把这个比较不环保的船给它淘汰 所以在航运的部分 我认为拉回 因为现在涨多了 有点怪力修正 那等它拉回的时候 大家也可以在百元附近 做个观察 那另外在钢铁 大陆也是持续的减产 那如果Q2Q3钢铁 如果持续减产 造成全球的攻击量下滑的话 我认为全球钢架 在第二季第三季 甚至整个今年到明年 都会是一个蛮强劲的趋势 所以我认为这几个族群 在看综合上面 会是长线逢低买进 比较强劲的趋势 好那我们的确看得出来 盘面当中有很多的题材 还有一些后续衍生性的可能 比如说这一次金元店 金元店虽然部分复工 但是因为有两千多名的外籍 移工被要求全数休假 全数休假没有人做 怎么办 只能被迫降载复工 所以金元店坦诚 有部分的客户订单转走 但是会在人力恢复的情况之下 全力赶工 所以金元店认为 这个相关的影响比预期大 但是还在评估当中 那订单转走 转去谁身上呢 其他的封测厂 您认为有谁 是相对有机会 接到订单而受惠的 好我认为 其实大家可以去想一件事情 其实在封测的订单上面 都是好几个月前就已经订好 那么现在说转单 因为大家可以看到各大的公测厂 都已经都已经满载的 差不多的 那个加通率都很高 那目前来看 金元店相较之下 金元店我觉得客户重叠率 比较高的就是6257的细格 但大家可以看到一个 比较不一样的反应 就是今天金元店 居然是收红的 但细格居然是往 开高之后往下达到平板 可见市场的反应 对于金元店这个 仅工两天的反应 没有这么严重 他们可能认为 这只是短期的效应 因此在这种情绪下 我不认为后续真的会有 大幅的转单 从金元店转到细格 所以因此大家可能要留意一下 这个市场短期的情绪 好所以我们看到的确在这一次 金元店爆出染疫的消息之后 不仅是公司 或者是现在科技重症 新竹科学园区 台南科学园区 还有高雄科学园区 压力都非常非常大 那金元店董事长 李金工坦言的确压力很大 但是他也感谢员工 共体时间应应调度 希望在14天之后 产线就可以恢复正常运作 那这一次的这个疫情严峻 我们看到了昨天又新增加了 335例的本土病例 那其中苗栗线增加的个案 是比较多的增加了75例 那跟金元店移工群聚感染案 相关的就有65例 所以他们现在还在持续匡列 本级员工还有外级员工 那李金工在接受记者电访的时候 说这几天他真的也心情很不好 压力很大 因为担心员工染疫 也担心产线没有办法正常运作 那还好本国员工共体时间 愿意配合调度音域 所以产线有降载的状况 然后还可以持续的维持运作 他期盼14天之后 金元店的产线就能够恢复正常运作 我们非常谢谢林瑞宏林分析师的解读 休息一下 我们下个节目回来 再来看一下明天的看盘重点 谢谢收听 请继续关注好好听FM 记得帮我们分享给您的亲友 祝大家平安健康 请继续关注